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Elantuma 為何說Elantuma的片段是這麼嚴重的 其實是想大家比較了解一下 Elantuma之所以能夠形成的背後背景 我們看看那張這麼恐怖的照片 正常人應該是不對稱的 不對稱就是形成了Elantuma的一個關鍵 因為不對稱的元素在照鏡時 鏡面影像那一方 其實是跟他成立了Elantuma的關係 正常人應該是不對稱的 但好像這張照片的起源是甚麼呢? 就是大概十年八年前 有一套電影叫做Owen 中文叫做Gooey 為了營造那種恐怖的效果 這個女生的樣子不是真人的照片 只是半個而已 為何這麼說呢? 其實當時製作這個海報的人 就會覺得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把這張照片一分為二 然後兩邊就我們叫做duplicate 就拼了為一個人 所以她的左右兩邊 無論是她的樣子還是髮型 又或者是她旁邊那兩個的蝴蝶結 全部都是一個對稱的關係 所以當這個女生如果照鏡的時候 其實鏡面影像是她是不能夠跟她成立了Elantuma 大家都知道真人不會這樣的 例如像Sean的頭髮 撥了另一邊的時候 其實照鏡的時候 那一方的我和我就是Elantuma的關係 是不能夠互相重疊的 好了 各位看一些這麼恐怖的東西 看一些漂亮的東西 Lisa 其實我不認識她 是的 就是為了大家 就是叫做切合大家的口味 大家找找這張照片 你看到她的髮型很明顯 就是左右兩邊都不會說是一個對稱的狀態 再加上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 好像她的嘴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小酒粒 另一邊是沒有的 沒有這回事 很明顯地如果她照鏡的話 鏡裡面的她和她之間就是一個Elantuma的關係 當然了 其實我們是可以透過了這個Cal Carbon 是否存在來去快速判斷 一件事情會不會有這個Elantuma 而DSC裡面會不會問得這麼簡單呢 當然就不會了 通常而言 她就會在MC的題目 或者長題目裡面給你一對的Molecule 就問你 她們兩者之間會不會有Elantuma的關係 或者Optical Isola的關係呢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知道這個最簡單的技巧 就是當如果有兩支邦的位置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另外兩支邦的位置是不同的 大家不用檢查了 他們之間一定是有Elantuma的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不是兩個一樣 兩個不一樣 而是三個是不一樣 一個一樣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快速判斷 她沒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不是靠狀況的 而這個小小的技巧需要有一個法寶 什麼法寶呢? OK 當然不是那些古靈精怪的 不知通去哪裡的徐爾門 也不是那些不知裝什麼東西的膠囊 那我們所說的就是竹蜻蜓 竹蜻蜓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有一支桿在上面有兩塊葉子轉的 那這次我們轉的葉子不是兩支而是三支 那怎樣轉呢 我們看看這一對Molecule 正如剛才大家所見的一樣 它有兩支波的位置是相同的 OK 應該說一支才對 一支波的位置相同 另外那三支波的位置全部都不一樣的 我們是需要將這個Molecule 好像這個竹蜻蜓一樣轉動它 令它看看是否每支波都會重疊 還是有些重疊 有些不重疊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的 不要看著我 現在有一個Molecule在這裡 應該說指著這顆白色 就是我們畫面上H的位置 那這支Single Bond是可以轉的 當它轉動的時候 下面那三個位置就可以轉 那轉的過程當中是沒有改變到chemical nature 純粹想將它裡面的Bonding 移一移位 好了 我當現在螢光不由著這一支桿 就是竹蜻蜓的那支桿 那我就想將這個Molecule 順時針地轉動它 為什麼我會想順時針呢 因為我看到現在我們那個對手這裡有一個Cl 而我們現在想轉那個Molecule 這個位置有一個Cl 如果我將這一支Bond 順時針地轉動的話 就可以將我們的Cl 移了上去這個位置 就等同於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最少兩支Bond 放在一起的時候 另外那兩支會是放在相同位置 還是不同位置 從而判斷出它是 identical的關係 還是一個Elantum的關係 如果是 identical的話 就是我們上面這位姐姐的樣子 如果是不一樣的時候 有兩支一樣兩支不一樣的時候 就是這位美女Lisa的樣子 它移了的位置的樣子畫出來 Cl 移上了一格就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粗線的是F 虛線的是CH3 你再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換句話說 雖則我們上面那一組的Molecule 看上去有三個東西的位置不同 但是當我們做一些適當的轉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它們是一模一樣的Molecule 如果你覺得三個都是沒什麼特別的 我弄個四個來看看 現在這一對的Molecule有Cal Carbon 然後Cal Carbon身上的四樣東西都是一樣 但是位置不同 我們又怎樣去處理它都是一樣的 就把一些你mark死了的位置對齊它 打個比喻 如果我想mark的位置是這個 你喜歡mark其他位置都ok的 現在我想mark CL 我就把這個Cl移到這個位置 而如果我要這樣移的話 其實當然會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我的做法 就會當這一支桿 是我的竹蜻蜓上面轉動的桿 我就再做多一次順時針的轉動 轉動之後 理論上你就可以畫出這個Molecule的H不變 Cl移上去 然後F就去了這個位置 CH3就去了我們右邊的位置 其實你做一些小小的動作 就可以看到之間的關係 F去了這裡 然後CH3去了後面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覺 其實我們仍然只有一支桿一樣位 然後另外三支桿不一樣位 你不要想著用剛才的概念去做 有機會對 有機會不對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原因要有一個固定的做法 穩定的做法 所以我們仍然都是要轉多一次 將兩支桿都放在相同的位置 然後另外兩個 看看他們的關係是相同還是不一樣 好了 現在我就會選了 螢光不由柱這個CCL桿 來做速清晴的轉動之桿 轉的時候我應該會看到 F在這裏 但是別人的F在上面 這次我就會把轉動方向這樣調上去 F就會調上H的位置 CH3就調下來 而H就去了我們虛線的位置 你畫一畫出來 Cl C 然後F上去 這裡就會是CH3 然後後面就會是H 然後你看看是不是跟上面那個會是一模一樣 換句話說 就算我看到它四支桿都是不一樣也好 經過一些我剛才所說的 適當的轉動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們的關係是 identical 不是Elan做的 這一種這樣的題目 在LFO的時候其實都出了很多 DSE裡面就出了不算多 但是出差很多同學都不太認識怎樣做 聽了這個做法之後就要多做練習去做熟它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幫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的影片 Share給你的好朋友看 又或者如果你怕錯過我的影片的話 當然要按鈴鐺 還有就是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Instagram暫時都會做一些Giveaway的 如果你錯過了就會失去Giveaway的機會 當然也可以報讀我的影片課程 影片課程的內容大家都很清楚了 在你們考DSE之前的影片是可以無限重溫的 並且也可以不斷在WhatsApp問我 也有些訊息給大家跟著進度的 這次的分享到這個位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